聪明是可以训练 但是自信真的是天分 那种拿到巨大结果的人 他身上有一种莫名其妙 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自信 能量巨大 马斯克身上有这样的感觉 马云身上有这样的感觉 我在92年的霸王茶几的张俊杰身上 也看到了那种感觉 聪明可以训练 自信是天赋 自信太重要 所以不自信肯定不成功 你要拥有自信 你才有搏一搏的可能性 这个市场上PO你的人太多了 看不起你的人太多了 你连自己都看不起自己 你凭什么让别人看得起 所以很多人说张老师我要低调 你配吗低调 低调是那么高端的东西 对吧 你都低到尘埃里了 我都看不到你了 你还低调 马云现在要低调 1999年的马云低调吗 各位你说张老师我要低调 低调这个东西很高级 轮不到我们这种普通人 普通人要发光发热 要让人家看到我们 看到我们的价值 你要站在台前 对不对 雷军今天都不敢说我要低调吧 对不对 他要是真低调 他干嘛出来站在台上 卖小米苏七呢 他要是真的低调的话 为什么网上那么多 关于小米的话题 雷军是一米八的 头发是浓密的 学习是学霸的 老婆是初恋的 你看他出来回应 每天都在热搜上 如果低调的话 他就不接受任何媒体的财务 他不可以的 对不对 小米的苏七需要他 所以企业家你低调也好 你高调也好 不取决于你的性格 而取决于组织的需要 和这个阶段的需要 你的面子那么重要吗 很多人不敢出来吹牛 是什么原因 不是他不愿意吹牛 是怕牛皮实现不了 被别人嘲笑 不敢承诺 对不对 这才是你的真心 很简单的道理 一个男人又没钱 又没有野心 又不愿意给承诺 你还想娶到白富们 凭什么呀 你没有钱 你至少让人家 看到你的野心吧 看到你的学习力吧 看到你的责任心吧 什么都没有 你就想突然砸到你 同学们 你们的问题 是你们知道的太少吗 不是 一个男人没钱的时候 你连承诺都不给 你让一个美女跟你 凭什么我就问你 就很多男的说 我没有钱 没有钱给个承诺可以吧 我们女孩子 会不会为了承诺 而暂时跟她 先谈个恋爱 还是会的嘛 你让我吃稀饭可以 你不能让我一辈子吃稀饭 你至少给我做个承诺 让我不可能 跟你一辈子吃稀饭 但很多直男就是什么 他连承诺都不给 然后还要说 你看女人都是很物质的 你看在我穷的时候跑掉 理解吗 所以各位老板 当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你要有信心 当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你要有规划 当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你就把公司的增长 公司的逻辑规划好 用公司的增长 用公司的未来 这个筹码去给到员工 那很多老板说 张老师我不会吹牛 真的吗 你不是不会吹牛 你主要是怕 你吹牛别人嘲笑你 就是因为你啥都没有 你才吹嘛 你啥都有了 还需要吹吗 所以你不是怕吹牛 你是怕吹牛 别人嘲笑你 对不对 那是你的问题 你内心不够强大 怕别人嘲笑 你就不要出来混 所以我告诉你 创业者手上 身上有一种特质 叫迷之自信 你们知道什么叫自信吗 很多人的自信叫他信 你是建立在 别人信任你的技术之上 比如说你很聪明 你很努力 你很勤奋 结果有一天 你做了一个PPT 你的领导说 什么垃圾 你怎么那么笨 那么蠢 怕一丢 你的自信净笨摧毁了 你说哇 我怎么那么差 这不叫自信 这叫他信 他信就是不断地问外界 要认可 找领导要认可 找客户要认可 找投资人要认可 是别人的认可 堆积起来的自信 不叫自信 而叫他信 而真正一流的创业者 他知道自己是谁 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他也知道自己去哪里 所以我说张一鸣是真正的自信 在他最困难的时候 很缺钱的时候 腾讯要给他投钱 他居然拒绝了 因为他知道 他跟腾讯必有一战 所以他说 我做字节跳动 不是为了成为腾讯的员工 这个人讲话软软的弱弱的 但是透着骨子里的自信 所以创业者有一种 迷之自信 什么叫自信 你知道你是谁 你能做什么 你要去哪 所以创业要克服的第一点 就是什么 你不要怕别人嘲笑 不需要去跟他们问长短 你只需要相信 你自己做的事情 是对客户有价值 对社会有价值 对员工有价值的 把它讲出去 让他踏实的 安心的跟你去成长 我其实是一个非常设恐的人 我不喜欢任何的社交 我到任何地方去 同学说请我吃个饭 我基本上都躲起来不见 因为真的设恐 那怎么可能 张老师你那么自信的 你在台上表达的那么强的 你怎么会设恐呢 因为我所有的关注 我所有的时间我的焦点 都在击穿我的优势 中国人在谈到语言 在谈到表达这件事情上 我们会比较狭隘 但是西方有个哲学家 叫维特根斯坦 说语言即世界 语言的边界 就是世界的边界 所有哲学的讨论 都是概念 语言上的讨论 你能讲得清楚的 一定要讲清楚 讲不清楚的 请你保持沉默 语言的边界 就是世界的边界 所以能够 把一个复杂的事情 清晰明了的讲清楚 能够影响人 能够感染人 能够带动人 这是有局大的生产力的 所以我希望 我的语言有密度 有知识 有启发 我更希望 我的语言有力量 今天我还追求 我的语言 是否出了力量 还有美感 我天天在研究这件事 你说我又没有击穿 所以我想跟你们讲什么 人生啊 不要怕自己的短板 人人都有短板 人人都有缺憾 人人都是不完美的 如果你是一个 内向性格的人 平时不爱社交 发言紧张 但是有些事情 需要你必须通过 外向来完成 比如说当众汇报工作 上台即兴发言 那么你可以给自己 定一个约定 学习和练习 必要的沟通表达技巧 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 就像魔法变身 成为社交达人 和超级表达者 你知道吗 很多看起来的外向者 实际上是内向者 人的性格是有弹性的 所以说高情商 好口才也并非全靠天赋 我们是可以通过 后天的学习 来进行提升的 更多的沟通跟表达技巧 我把它整理好了 放在了下面的 这套超级表达课当中 有案例有公式有方法 还有电子资料 我会手把手的教你 所有的表达模型 一旦学会就足以应对 工作和生活中 90%的场景 你花钱去买包买车 为什么不花钱 提升一下自己的表达呢 会说话会表达的人 在人群中一定是 闪闪发光的 有个人魅力的 无论你是不会拒绝 不懂求助 害怕尴尬 担心冷场 又或者是你面对的 沟通对象太强势 太情绪化 这套课程都可以让你 感沟通能沟通会沟通 来点击下方小黄车 我们表达刻上不见不散 感谢观看